嗨,大家好,我叫木戴教练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绿文课 木戴教练的用心绿文 ありがとう 今天是第六次的教室 然后呢,今天的主题就是 Basic Grading 就是比较基本上的打招呼 Appreciation就是简单的感谢感恩 谢谢的说法 好吗? 好,那我们今天要学的是 谢谢,绿文的谢谢怎么说呢? 叫做 A-ri-ga-to-u Arigato 应该大家听过很多次吗? Arigato Arigato 但是Arigato 谢谢的表现啊,它有很多说法 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各种各样的说法 谢谢的说法 而且,每个说法的一些感谢感恩的程度都不一样 所以我一个一个来说明一下 首先 Arigato 它有它分成三个部分 A B C 然后呢 OK 1 2 3 有没有看到 1 A 2 A跟B 加起来 或者B B加C 然后3 A B C加起来 好,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哦 1 A Dou m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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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也是一个 很简单的谢谢的意思 谢啦 那种感觉 Dou mo 如果你买东西的时候 你想要表达一个小小的感谢 你就说 Arigato Arigato gozaimasu 可能太重了 所以如果说 Dou mo 就可以 Dou mo OK 好 接下来 B ありがとう 还有更有礼貌的表现就是 2 A跟B Dou 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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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很有礼貌的表现 中文的话就感谢 感谢感谢你那种感觉 OK礼貌 然后呢最有礼貌的表现 就是三个家者就可以 Domo Arigatou Gozaimasu Domo Arigatou Gozaimasu 这个是非常有礼貌 就是非常感恩 非常感谢那种感觉 好那我们先简单的看一下 这个这个表 这个是一个礼貌的一些程度 礼貌的程度比较高的是 Big越上面越高 然后越下面越礼貌的程度 比较低一点 那 Arigatou 是中间 然后我刚刚说的 Domo 就是最低 那个礼貌的程度最低一点 但是还是可以表达一个感谢的 一个小的一个心意就对了 所以非常好用 而且在哪里都可以用的 只要你想要表达一些小小的一些感谢 跟陌生人 Domo 就可以 Domo Domo OK 然后刚刚的第二 A跟B B跟C的那个合起来 Domo Arigatou 或者 Arigatou Gozaimasu 就是比 Arigatou 还要有礼貌的表情 Arigatou gozaimasu Domo Arigatou gozaimasu Domo Arigatou gozaimasu 最后 最有礼貌是3 ABC finden 喝起来 Domo Arigatou Gozaimasu Domo Arigatou gozaimasu Domo Arigatou gozaimasu Domo Arigatou gozaimasu 请看一下红色的部分 B4 Special 比较特别的 B跟C盒子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比较特别的说法 因为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很长 所以我们想要把 把那个东西要缩短一下 OK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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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zas azas 或者 arizas 有听过这句话吗 azas 或者arizas 这就是一个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缩短的说法 azas arizas 不过这个东西很有趣 因为看你怎么表达 他的意思都不一样 今天简单的看一下好不好 如果用 arizas 你说这句话的时候 然后你用 比较缩短一点 比较强烈的 强烈一点 然后比较 用低声来表达的话 给人家的感觉是 比较那种诚恺 比较认真 而且比较美一点 有一点 有点像这样子 azas arizas 变成这样的说法的话 azas oriz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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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比较那种认真的感觉 很诚恳 好 那如果用这句话 用 比较长一点的 声音比较高一点的 假话比较弱一点的 如果这样的时候 给人家的感觉是 比较那种轻松 比较轻松一点 而且比较好朋友之间的那种感觉 比较relax一点 easy going一点 然后有一点 有点好笑 有点搞笑 有点开玩笑的感觉 然后听起来比较那种可爱 ok 我讲讲看 azas arizas 用 long 长一点 弱一点 高声一点 azas azas arizas aiz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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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种呢 ok 所以这个azas aizas aizas 看你的你的表 表现怎么做 aiz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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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OK,还有,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当然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些新的词,谢谢,感谢了很多各种各样的表现,但是我的看法是,因为那个说话是人跟人的沟通,所以我觉得,真的是看你的态度是怎样,给人家的感觉是怎样。 就算你用最简单的arigato,你说arigato的态度,不一样的时候,给人家的感觉当然是不一样啊。 ariga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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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不一样 所以呢,当然是你可以学好一些所有的表现,日文的表现,当然好,但是如果你只记得arigato,没关系,你要是用你的态度,说话的一些态度,要成全一点,或者要简单开玩笑一点,给人家的感觉是这种感觉。 ariga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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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差不多今天到此为止,稍微简单地复习一下,今天的重点。今天是简单地打招呼,尤其是感谢的说法,日文。最简单的谢谢怎么说?arigato 但是arigato也有很多很多种说法,只有dome也可以,很方便,哪里都可以,表达很简单的感谢的时候dome就可以。dome ariga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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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b b Rh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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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沒關係,你沒有辦法記起來很多日文,沒有關係 但是你的心態很重要 OK 好,那今天到處為止囉 OK,拜拜